private shopping 哈嘍 我要兩個綜合的 嗨 掛包掛包 好吃的掛包 所以車上就要吃方便一點的東西 我們今天來到林口 然後呢,這是林口的刮包 林口的刮包 它店面的那個,外面的風格啊 超可愛的 對,我要看一下 每次在拍吃播的時候,女兒就會醒 眼睛已經張開 太厲害了 哇 喔,這有加點辣喔 嗯,有加點辣 因為,自從 有朋友跟我講說 要去吃三重的無名刮包之後呢 我每次心心念念的都想要吃刮包 但是問題是,無名刮包人超多的 都一直買不到 然後呢 這家呢,我是看網友推薦 他的,他的刮包 然後聽說他刮包還可以加顆蛋 但他蛋沒有囉 蛤 你剛才看我就是想說我有 然後你沒有對不對 對啊,我要跟他在我這樣 他就是香菜裡面有 有這個酸菜 然後他就是肥肉 肥肉跟瘦肉都有 然後他的肥肉就是QQ的 我剛才想說 我剛才想說 你去買的時候 好像其實生意還好沒有人 沒有,後面在排隊 你是第一個 你買了之後後面就 一 一涌而上喔 這台車 搶壞 我本來要 本來想說 我想要先拍 然後 聽到後面開始講電話 我就快點先去點 把發現有人對不對 對 對 後面真的陸陸續續來好多人耶 後面又 在我後面又排了差不多15個 它這個 本質有QQ的 對,它肥肉是QQ的 不是肥的喔 不是軟的喔 不是軟的喔 它有膠質 嗯 這蠻特別的 我看網友推薦說 來林口牆跟他必吃 他每次來都會吃一個這個 還好 沒有踩到雷 我覺得OK 它的那個 蔥肉也是 瘦肉也是 控的蠻軟的 這我喜歡 嗯 就是因為有一些 掛包 很油膩 對 吃第一口覺得 欸味道很重很好吃 第二口 第三口之後 後面就開始膩了 不想吃了 吃多了會覺得很負擔 嗯 然後它這個 一個是50塊 嗯 其實掛包差不多這個價錢左右 55 15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掛包真的一定要配點酸菜 它才會解油 總 這應該就是傳統掛包的做法 嗯 每次包耶 它每次醒的對不對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愛吃不過一定醒 對啊 聞到香味 嗯 它真的有當吃貨的錢 哈哈哈哈 我以為真的太強啊 每次拍 你們大家沒發現嗎 應該有吧 每次只要吃東西 它就醒了 不管怎麼睡 睡得再怎麼熟 就是醒 真的不錯 這一下就吃完了 沒有可能是我們太餓了 是啊 嗯 餓也是有道理 最近 現在 呃 送草莓送到現在 因為我就是 快兩點 然後外面吃 因為我們要把握時間 有時候時間充有時候時間不錯 要看那個路線 跟地形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大家跟我們訂草莓送 我們不一定是隔天可以幫你們送 我們除了要看草莓的品質好不好以外 我們還要看 就是一個是品質 品質OK才會送嘛 另外一個是還要排路線 因為不可能全部的朋友 我們隔天都一定可以幫你送到這樣 像上禮拜品質就不是很好 我們隔了十天之後才送 對 就幫大家品質把關 幫大家齁 我們的草莓鑑定師 要好好的把關這樣子 對 所以說就是有時候 訂了可能有時候要等一兩天這樣子 雲氣也好等一兩天 對 畢竟我這種也是要看靠天吃飯 啊這個 嘴唇會有微辣耶 因為我加辣啦 喔 辣味掛包 很特別 蛤 對啊 它就是掛包啊 然後加辣椒 加辣椒 加辣椒 它就是辣味掛包 我剛才說我要掛包 他說可以加辣嗎 他說那就是辣味掛包 所以他也沒有跟你講說 是因為肉在滷的時候 辣 這種辣醬 就是辣的那一鍋 我覺得好像是 它就是辣的 用辣的去滷 好像它的肉有辣 我沒有吃到辣椒啊 對啊 因為有的是 它在滷的過程中 在製成的過程中 是滷辣的 那有一些呢 是 我們等一下弄好之後 它加個辣椒 然後弄個辣油或什麼的 辣粉 對 沒有啊 好像肉就是辣的 嗯 它蠻特別的 它這樣子 這樣子讓 它真的要很有勇氣耶 因為一開始如果這樣做的話 你要乳好多鍋 對啊 如果很多鍋讓別人吃 賣不完的話 就是很多鍋一起 小好調耶 但我覺得它的那個 他們那一排的小菇汁都很可愛 對啊 風格不錯 風格不錯 那個沒有內用對不對 當然是沒有 但是我往裡面看也是這樣子 他們那邊好像是那種 大庭 就是中庭之類的 反正我覺得也是這種 蠻富裕的 裝潢 風格氣氛很好 好Q喔 他上次跟我說 綜合的時候我說好 所以 我覺得它那個肥肥QQ的那個肉啊 很值得吃 就是一定要吃吃看 如果就是光瘦肉的話就 口感就那樣子 那加著肥肥QQ的肥肉的話 我覺得這個口感是 好的 這個我告訴你 這個我下次 下次如果 林口的朋友有人在林草莓 或是我有經過的話 我還會再來買 希望下次可以吃到 加顆蛋 那我覺得很難 那我覺得很難 如果林口我不可能太早到 那不然我會給他一顆蛋 所以帶顆蛋 哈哈 不然上去買顆茶葉蛋 他是加核包蛋吧 是核包蛋嗎 也是齁 這半顆茶葉蛋怎麼夾 我覺得他 他蠻 就是他這個這個袋子啊 他就是做成第一袋的那個 哦 他會對 我剛剛沒注意到 就是 可以當第一袋 就是 包包包包包的 就不用再另外的 就有挖兩個洞 那個多的 對 沒錯 這也是個小巧思 都沒有水了 他想說你吃完了 我一直給他一個麵包 他是啃完水還是拿在手上水 手上沒有麵包 哦 他就是吃完了 含在嘴裡 今天好像有稍微變冷一點 別說明天天就會更差 真的哦 今天就有點飄雲 今天要去看兒子那個 看兒子的表演 看兒子的表演 你從來擦起來了 辛苦你了 讓你體驗 難得體驗一下我的心情 沒有 你送他 八點二十 送他去學校 然後你再回來 然後九點半我們再去 不要不要 對啊 我送他去學校 我就去吃早餐 其實我不是很重視早餐 沒關係 沒關係 你明明就很重視早餐 對啊 我其實真的還好 你不要找這種藉口 我真的還好 就吃個早餐嗎 不用了 要撐到身體 好累哦 看兒子跳舞 表演 他為了想要跳舞給你看 真的 他連連續兩天 這麼早起 他跳舞我會陪他跳啊 他平均 每天少睡一個小時 我說 他兩天加起來少睡兩個小時 我說 他跳舞我一定會去 好不好 但是呢 早餐可以免了 不是 你要吃個早餐 這樣回回生活 包括你會那個 一臉就是 一臉看起來就是 很累沒睡飽這樣子 那不會 那好啦 今天的午餐 就這樣子啦 OK 我覺得讚 吃個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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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